关小彤红毯做出了陆寒的经典动作,好一出夫唱妇随。 不知不觉间距离陆寒和关小彤公布恋情已经有小半年的时间了,这对小情侣至今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合体量过相,不过时不失传。 出来的私下合照还是看得出来状态不错。 情人节关小彤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传到网上之后,更有不少网友说,这两人越来越有夫妻相了,果然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真的会越来越像啊。 而今天关小彤出席活动,因为红毯造型又登上了一次热搜,一向被朝红毯造型土的她,这次据说是精心挑选的,而且还需心说如果大家觉得这次还是不好看,那下次继续尝试别的风格。 不得不说,不管穿什么衣服,关小彤的颜值是一直在线的。 就算是视觉中国这种高清随拍图也不再怕的,只是造型总是不给力,170的模特身高,加上一双细长直的完美腿,造型却总是拖后腿,网友之所以吐槽也是觉得可惜了这个好身材啊。 关小彤以往红毯造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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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小彤以往红毯造型的时候,脱掉了高跟鞋,换上了平底鞋,而且在媒体拍照的时候还特意点了脚。 当时关小彤身边并没有其他人,所以按理说他也没有要突出身高的必要,而且这本来就170的高个儿也确实没这个需要吧。 不过,了解陆寒的朋友应该都清楚,点脚是陆寒的经典动作哈,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和什么人合照,点脚是一定要有的。 这样看来,两人确实是越来越像了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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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